是黃線和我和你看天氣 一起去日本看看 熱帶氣旋桿比 今天逐漸靠近日本本州東部 並會在今晚或明天凌晨 最接近關東地區 雖然風暴不會在本州登陸 但仍然會為部分地區 帶來猛地的風力和大雨 雨淚可以達到300毫米 近日東京天氣酷熱 隨著風暴接近 今日當地天氣轉為有雨 和氣溫下降 風暴將會轉向東北方向移動 並且遠離 明天天氣好轉和酷熱 最高氣溫升到38度 最後兩三天仍然達到34度左右 接著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大阪東京明朗 廣州下雨 澳門雷暴 哈門雷暴 台北下雨 上海多雲 北京下雨 沈陽多雲 首爾多雲 曼谷雷暴 吉隆坡 新加坡雷暴 雅加達多雲 胡椒明史雷暴 馬尼拉多雲 墨爾本罩雨 星尼天晴 布里斯班天晴 維林頓下雨 奧克蘭大風 曼米下雨 新德里下雨 卡拉奇下雨 溫哥華趙雨 三藩市天晴 洛杉基天晴 紐約明朗 多倫多趙雨 芝加哥雷暴 羅馬下雨 蘇黎細下雨 巴黎多雲 法蘭克福多雲 倫敦天晴 雅姆斯特丹多雲 宇本港方面 自至夜晚七點半 預測多雲 間中有趙雨和幾陣狂風淚捕 明天初時雨勢有時都挺大 氣溫介乎26至30度 吹和換的西南風 另岸風勢間中清淨 指望桌後兩三日 仍然有趙雨和幾陣狂風淚捕 預測明天上午的空氣質素健康風險 一半和路邊監側站都是低 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是3 強度屬於中 明天講到這裡 拜拜